来吧 好可爱 这段表演也太好了 这是我们当地的北流失物 是我们当地的飞翼文化 那刚刚小狮子活蹦乱跳的 它在这个竹林里 东找西找找什么 找吃的 在竹林里找吃的是吗 对 这竹林该不会就是你们平时 没事就过来训练的一个练工坊吧 一小个 只是一小个 对 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大部队 那我得去前面大部队去会一会 好 北流失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融合了武术 舞蹈 绘画古乐为一体 具有观赏性 艺术性 竞技性的民间传统艺术 在当地 村村都有失物对 每逢人生大事 价钱活动 都少不了北流失物的身影 这应该就是小哥哥说的 失物的大部队了 跑坑 跑坑 想他 想他 麦科 北流失物的飞夷传承人 要说这失物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咱还得边看边感受 麦科我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失物队都在这个地方去失物 这里是一个池塘 我们北流失物的团队呢 都以姓氏为一个队伍 今天汇聚在这里举行一个交流活动 所以今天我是赶上了失物大会是吗 是的 是的 北流失物在当地村落里 会以姓氏为单位进行分组组队 乡镇里还会经常组织交流活动 这些交流活动可与我们传统认知里 姓氏的高难度技巧动作比拼 不一样呢 北流失物在当地更注重的是 故事性的呈现方式 村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 北流失物中的彩青表演 不同的表演会采不同的青哦 这里的青指的就是 狮子采匿的各种食物 这些表演中会有故事情节的 起程转合 采青 既可以将高难度动作展现出来 同时还能够感受到 狮子觅食的不易 以及它喜怒哀乐的内心世界 这可是当地广受好评 寓教于乐的民俗形式 今天表演的就是采蛇青 准备开始 喝水 狮子到河边要喝水 这是一条河去吗 对 寓意一条河 还有在上面 他怎么突然坐下来了 看到有个桥 看头缩脑憨态可惧 不过小狮子出师不力 害怕得已经发抖起来了 看看下一步 它会怎么做呢 哎呦 跳起来了 看来看 这个布娘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熊狮作条 哇 三步做两步 还有第二个圈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鼓起勇气 顺利通过第一关 哎 既然是采蛇青 那蛇究竟会藏身何处呢 好 太棒了 狮子现在发现了一两大青蛇 好 这个节奏 是不是它就在撕损 到底要怎么办 对 是不是 再撕一下 起来了 北流狮子在表演的过程中 不光要关注狮子寻觅食物时 拟态的表现 更要聚焦到他的心理状态 以及情绪起伏呢 蛇出来了 毒蛇出动 蛇出来了 哇 这 很怕 很怕 看到那么大一条蛇 小狮子看到蛇十分惊讶 有些害怕 后退了几步 便迅速调整心态 奋勇向前 观察周围环境 准备出击 大蛇打七寸 是吧 大蛇打七寸 这一次小狮子可谓有勇有谋 哇 哇 哇 现在狮子被它摸过来 吃荔枝了 旁边没有眼睛 哇 现在的荔枝不是普通的水果 哈哈 现在的荔枝不是普通的水果 是胜利的果实 是胜利的果实 哇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终于踩到荔枝了 吃到了荔枝 这就是彩蛇青这出剧目 最终胜利的标志了 狮子在欢腾跳跃 转转腾螺间 展现出奋发向上 不畏困难的精神 这种拼搏向上的精神 也通过失误的戏剧性呈现 让这种艺术形式成为当地人 从小到大都喜爱的精神识量 当地人对学习事物也有着极大的热情 村民之间经常相互交流学习 作为小白的我 也一定得学习基本的十五五步和动作 扎马步 金鸡独立 三二一走 我先out出局了 还有可爱有趣的醉狮 这些少年啊 从小就对事物文化耳濡目染 他们还将流行的街舞和北流事物 进行了融合创新 给人耳目一新的积极感受 诗舞艺术根植玉香野 正是出于这份热爱 当地人会不断地进行创新提高 第二天 麦克和我相约在学校附近 让我一定要来继续感受 当地诗舞的独有魅力 听说开学季 只要有开学典礼的地方 就能够看到小狮子的身影哦 这就开学了 当地的开学典礼一定会请诗舞队来到学校 要在开学第一天 把诗舞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精神 展现给学生们 他们现在被查的这种形态呢 芹菜代表清清澄澄澄 宗代表忠明伶俐的意思 这是一个好彩头 好彩头 在开学的第一天 小狮子把这个芹菜和香葱送给了我们的校长 那么小朋友看到之后 在新的 新的 这一天已经到后面每一天都会 请问 校长 努力学习 统统秘密 现在在干嘛 好快 作龙门 烤的一个芋头 芝子月龙门 看到了大家 太买肠了 祇手 不用吵 好好学习 谢谢 向上 谢谢 开学典礼的最后 十五队还会走红毯呢 他们会把一年级的新生逐一送入教室 这是属于当地孩子上学的独有仪式感 小狮子已经把小朋友们都送到我们的教室门口 大家还在摸狮子头呢 摸了这么多下 今年要好好学习 好好写作业好不好 好 当地人通过诗物 传递出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从田间到校园 通过书法绘画 将家训祖训代代相传 从家词到乡村美术馆 田野间的各类艺术形式 根植于当地教育文化中 带给了我别样的乡村旅游体验 那么有个小问题想问问大家咯 北流师舞在会议室的过程中 两头狮子可以去触碰对方的耳朵毛发 都不会进行互动 但是对方的胡须是不能触碰的 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真的是太羡慕当地的小朋友们了 开学典礼上还有两只可爱的狮子 为大家表演诗舞 我就想想当年我开学的时候 要是有两只狮子 可以让我摸摸狮子头 我这一学期都特别有 听我向上的这个镜头 好好学习 这个小问题也跟诗舞有关 可以摸毛发 但是胡须碰不得是真是假的 应该不能摸吧 那个胡须是挡着那个狮子的口的 你要把它拷下来了 里面就露出一个人出来了 老板怎么摸都没问题 穿棒了 就穿棒了 我就想说老虎屁股摸不得 也许狮子虎子就确实就不让摸 就不要心立意了 我就支持代院长了 加一 来吧 看看当地朋友是怎么说的 这是真的 在北流事务的礼仪中 两头狮子会面时 碰触对方的胡须 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所以是不被允许的 不仅不能碰触对方的胡须 撩自己的胡须 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你答对了吗 确实狮子的胡须摸不得 当地的这种狮子表演 还是一种友好的贴磋 尤其是两广地区 使武真的成为当地的一张 响当当的名片了 我就想到了 中国没有本土的狮子 为什么会出现 家喻户晓的狮舞表演呢 中国没有狮子 为什么会有狮文化 这里面实际上就体现了 第一个就是 中国和世界的一种交流 它实际上是传入到中国 我们现在在文献史料当中 能找到的最早的可能 就是和武师有关的 就是汉书李约志当中 而且随着佛教的传入之后 它是佛教当中的一种 非常著名的瑞寿 所以就带来了一个 吉祥的一个意义 像刚才书越说的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流派 南诗 北诗 开口诗 闭口诗 甚至成为了 就是我们说中国人 在国外的一个 非常有标识性的 这么一个活动 我们用来开学也好 或者是喜庆 用来庆祝也好 就是取它一个吉祥的 一个寓意 是的 同时你看也有很多 这么矮的小朋友 像模像样的在学 这就是继承 我就经常想 非语如果不能够 重新赋予它新的功能 它总有一天会消失的 我们历史上 客观讲很多的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都已经消失了 但能够传下来的 一定是表现的形式 会有所改变 但是它的功能 和它的价值和意义 是不变的 比如给人们传的一种 勇敢向上 不屈不挠 然后带来一种欢乐吉祥 然后非常感动 刚才有一个场景 有几个少年 他像用街舞的动作 是的 跳失舞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尝试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这种 传统文化中间 青少年他们在跳街舞 我能感到 真的是他们眼里有光 心里有热 那不就是一种 创新性传承吗 对 你看所有的艺术 只有走进生活 只有走进民间 它才会长久的生命力 所以我觉得艺术不是 少数人愉悦少数人的 它一定是来自于民众 最后回归于生活的 对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美食 有美景 更重要的 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有弥漫 每一个村户里面的 每一户人家里面的艺术气息 这是我心目当中的 最好的 主客共享的目的地 我现在又加了一个新目标 就是想看一出完整版的北流失误 太好了 谢谢 谢谢